KPL官宣第三轮赛程 却引得TTG全员吐槽 老盖心态直接崩了 强行给他们增加比赛难度 苏默去不了 TFBOYS演唱会也是冲上热搜 只能说草台班子是懂安排的 就在8月3日 KPL官宣了第三轮赛程 没想到却引得TTG全员吐槽 老盖的心态都直接有点崩了 第三轮对他们而言 其实就是一个魔鬼赛程 如果前一场打AG输了 还没有时间去调整 即便赢了 立马又要飞上海 隔天要打Estar 属实是有点亏贼 自然也不怪老盖说 官方在强行给他们增加比赛难度 不过狼队也是背靠背打比赛 先是上海后面非成都打AG 我们两个都是远的 还是给我们搞背靠背 这有点太恶心了 下车也没时间 发了呀都有时间 就是中间 两周都是 一个跑 活在一个跑程度这么远 还要让我们当天回 就是隔天回完之后 然后第二天就比赛了 军地第三轮赛别搞啊 就是说呀 这都跟我们搞 我们跑这么远了 为啥非要跟我们搞背靠背 我们第一场打队 都第三轮的 真正是组了呀 我们第一场打队 后来5号打队 看一看 5号第一天 周六周日 正常的每 这个 5号8点 这个时候还好 每个赛季 这个第三轮都是卡拉塞 打完当周的周五周六 然后一天S组 一天A组 因为没有B组了 我去 关键是后面的几场 你看看我们 跑客场 先跑客场 再来上海 你要让我们先打上海 然后再跑客场也就算了 本来跑客场就够累的 连续两周都给我们这样搞 有点炸心态的 赢了也累得够呛 输了就没时间调整 这个赛程强行给我们增加难度 然后就是这个赛程 对苏默是个灾难 前两天刚官宣 自己有TFBOYS演唱会的门票 网友还评论 让官方给他安排比赛 没想到草台班子 真就这么做了 虽然苏默已经很久没上首发 但是这操作 让人感觉有点隔音 总的来说 KPL第三轮赛程 对于没有主场的队伍 其实都不能算是很公平 但电子经济本身就没有绝对的公平 只能靠选手跟教练去克服 并且不是每一周都这样 所以就看老该的调整能力了 毕竟狼队也是如此 至于苏默 应该会去看演唱会 只是想不到 草台班子 真给他们安排了6号打比赛 节目效果直接拉满了 最后大家觉得 第三轮赛成公平吗